嗨,我是诚意,睡不着的话,就来我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诚意,找我吧,不管多晚,我等你。 有人失恋,有人失心,有人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丧到暴涨,我一直都是午夜心碎俱乐部中的资深成员,尤其是半夜两三点关了游戏,看着不再热闹的朋友群,就忽然会生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甚至被扑面而来的坏情绪淹没,段子都是丧丧的。 感觉世界真的太复杂,生活真的太艰难,为什么自己永远都在为那些明明不感兴趣的事情拼命努力,只是想要用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仅此而已。 虽然身边的朋友不少,偶尔还有几个灵魂,能共鸣一下下的伴侣,但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都抛弃了,没有任何人能够懂我的难过和悲伤。 大概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吧,很多情绪柔杂在脑海,说又说不清楚,更加没人能够理解。 比起和熟悉的陌生的,谁谁谁聊会儿天,更愿意自己一个人丧一会儿,渐渐消失在深夜华丽街灯的街道上,和空荡荡的房间。 活着很累,想死又不敢,庆幸的是深夜福利刚刚好,足够应付难过的情绪,天一亮,就又是假装快乐的一天,我也没有多孤单,只是偶尔情绪很泛滥,你有没有很多瞬间,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精神分裂患者,像个怪人,又像个神经病。 一边要压抑着自己的悲观情绪和想法,一边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看起了开朗活泼,人见人爱,我有,几乎每天。 白天是和群的人类,虚伪又疲惫,夜晚是孤独的野鬼,荒谬又自由。 那些突如其来的丧,其实都有因可寻,那些平时日积月累起来的难过,疲惫,心累,愤怒,无奈,绝望,不安。 其实是一座沙子堆成的城堡,堆的时候默默无闻,只是一味地往上加料,还自以为坚固又美好,但是大一点的风一吹,就轰然一散,满地狼藉。 那些难以消耗的不开心和负面情绪,不知道被戳中了某一根弦,就忽然断了,在那一刻,通通爆发出来,并且放大了无数倍。 我从来都不是那种积极乐观的人,只是在很多人面前,我尽量收起自己的丧,想让别人多看到我可爱有趣的那一面。 希望我给你带来的开心,会比苦恼多,当然我也偷偷祈祷着,等有人足够了解我之后,他能够明白。 虽然我有时候把自己搞得挺糟的,但是也有挺好的时候,只是世界那么大,遇到的人那么多,但自己却像是被全世界都隔绝了一样,没人能走到心里去,更没人能把自己从心底深渊拉出来,渐渐温暖地光亮。 总觉得开心来之不易,难过却又毫不费心。 作为成年人,我很清楚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要知道只有自己能够消遣那些负面的能量,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 就像王一元有段热评说的,小时候觉得悲伤很酷,听卑类的情歌,写决绝的字句,生怕自己看起来没有情绪。 现在想来,当时真是多虑了,人生的疾苦,都会在未来的路上埋伏好当你出现,一样也不会少你,一样都躲不掉。 仔细想想人类真的挺奇怪的,小的时候情绪总容易泛滥,一点小事就大喜大悲,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并且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别人知晓。 就好像是只有这样情绪分明的自己,才能够在别人那里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但是随着慢慢开始长大,就逐渐开始学会刻意把情绪隐藏,做个不动生死的大人,成熟稳重,不会崩溃。 可情绪只是被藏了起来,并没有消解掉。 毕竟我们都不是机器,做不到时时刻刻保持理智和清醒,总有那么一些时刻。 理智会被感性打败,情绪会开始肆意泛滥。 那些负面情绪只是藏在了心里的某个角落,默默虚理中,只等到某个时刻攀布而出。 讲道理,有时候我真的好羡慕那些小女孩,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可惜在大人的世界里,眼泪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 词曲 李宗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曲 李宗盛 文们 收获 课 ,坞 冠 択 当cil � foresee reaction 我自以为 你 motorcycles 牛逃 你在太支撒 就会 complexes 有没有人比你懂我的防备 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 却真心的话不能给 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 有没有人比我更惭愧 越热烈越沉默一对 别看我 我不难过 只要你记得我来过 有没有真实可以退 如何应退 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我自以为 不习惯这个故事已经结尾 连错也错得这么美 认谁都会 有没有人比你懂我的防备 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 这真心的话不能给 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 有没有人比我更惭愧 越热烈越沉默一对 别看我 我不难过 只要你记得我爱过 有没有人比你懂我的防备 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 这真心的话不能给 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 有没有人比我更惭愧 越热烈越沉默一对 别笑我 我不难过 只要你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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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残忍